另外第一個就是我們那個雲端的位置 記得是GG點GG後面加那個Excel True VBA Enter的話就可以連到底下這個 裡面第一個就範例檔 我們上禮拜的練習 另外的話還有講義 另外將來有關相關的比較詳細的說明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如果你想要參考答案的話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文字以下的函數 這邊就會有一個檔案 你可以看到REPT的函數 上面有公式 下面的話如何得知身分證號是否正確 除了可以用LEN之外 還可以用IF來做判斷 那怎麼樣知道說身分證字號是第幾碼 你可以用一個MID的函數 如果等於E的話是男 如果等於反之 後面這個是反之 反之的話那就是女 然後可能要特別注意 這個後面的這個E 記得一定要是雙引號的E 這個E指的是文字E 因為MID的函數 它所取得的資料 一定會是文字 因為它是文字類的函數 所以文字類函數取得的資料 那會是文字 所以你後面如果說 你給它的沒有前後雙引號 而是這樣的E的話 那這兩個 一個是文字一個是數字 兩字會不相等 那如果要兩個 要能夠相等的話 必須把這一個這個文字的E 再加一個Value 也就是說呢 加一個Value包在外面的話 那就會把這個文字E呢 幫你轉換成這樣的E 數字E 特別注意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因為很多人使用ESale的時候呢 沒有這種文字跟這個數字的觀念 兩個比對之後發現奇怪 怎麼都不一樣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 如何把前面的字跟後面 判斷性別如果是男就先生 女的話是女士的話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也許請各位用一些時間 在自己練習過 那上個禮拜最後有講到 就是第一個 我要用REPT加LEN 怎麼樣解出我們的這個手機號碼的結果 那這個都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雲端上面 有蠻多的相關資源 另外的話我每一次會上課 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如果你希望每次上課 能夠回去再複習的話 可以在雲端上找到一個教學論壇 這個連結的話呢 如果你想加入你就點選他 但他會跳出說呢 你是不是要申請加入 所以你點申請成員資格之後 那告訴我你的學號姓名 還有申請的原因 那我會幫你加進來 好像有幾個同學有申請的 我會把它加進來 那以後的影片 我會貼到這邊 它會自動轉信到各位的信箱 那得到的結果就類似 你如果加進來的話 看到的結果 會是長這樣 這邊就第一次上課 點擊的話 會進來 會有一個上一次上課 總共有七段影片 你看我其實上個禮拜 講的也蠻多的 七段影片 底下的話會有一個完整的影音 放在YouTube上面的一個清單 你如果回去你想要針對哪一個部分 做複習的話 那這邊都蠻詳細的 而且上個禮拜的話 我有啟動我的鏡頭 所以你如果觀看的話 會先看到廣告 不過廣告你可以把它略過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 我上個禮拜錄製的 這邊這就我了 OK 那解析度如果要調高 最高好像就720 就這麼高而已 我應該算清楚了 OK 所以回去的話 假設 因為後面的課程 有些部分會越來越困難 尤其是程式部分 OK 那我可能會講的稍微快的 也不會講太快 講的如果快一點 對有一些同學來說的話 那你回去自己 再稍微複習一下 否則的話 我不可能說 很多地方就反覆講 OK 那底下的話 論壇都會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想加進來的話 那上課理念 反正就循序漸進 可以做這些事情 請各位自行再閱讀過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部分 所以上個禮拜就講到 這個綜合練習的解答 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把上個禮拜的部分開啟 我們請各位呢 再把這個綜合練習 換成另外一個函數節吧 上個禮拜是利用REPD加LEN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REPD加LEN 其實公式有點複雜 我是覺得它不是 最好的一個解決的一個方法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有沒有什麼方法更快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好了 你可以拖拉 按住左鍵 拖拉之後再按Ctrl鍵 那它就會再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我們在這個練習吧 那這一個工作表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它取名稱 叫做Test 這邊已經有一個 我先把這個把它刪除掉 圍讀摩塞 那我們如果說要換成另外公式的話 比如我這邊 這邊可以把這邊範圍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把它刪除掉 然後呢 我們再利用Test 試試看好了 要學這些東西 其實真的 主要目的 就是可以讓你找下班 OK 因為很多人 為什麼不能找下班 一直加班 其實我遇到很多人 真的就是因為 他Excel 學不好 所以他變成要慢慢來 OK 那怎麼樣 不要慢慢來 真的裡面有蠻多的函數 不一定要學會 還有呢 裡面很多的技巧 再來就是 如何讓你每天重複的事情 可以透過錄製聚集 加上VBA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嘛 你明天就不用再做一樣的事情了嘛 但是很多人不會 OK 所以 將來的話呢 如果你在職場上希望 可以比別人工作更愜意 做的事情都一樣 而且做完了 你就可以 看要裝忙 還是看要幹嘛 因為之前 之前上過我的課 學會之後 他說 他還跟我Line 或者跟我FB聊天 我說你上班不忙嗎 他就沒有關係 我事情都做完了 OK 只要老闆沒有看到就好了 OK 另外當然他就思考說 老師我可以問你 將來 我這工作已經太輕鬆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找更 挑戰性更高的工作 OK 他說沒有問題啊 你可以試試看 但他就很擔心 我說沒有關係 你試試看嘛 後來他 換了一個工作之後 發現還是一樣很輕鬆 OK 而且薪水變高了 我覺得還蠻好的 當然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 所以 都學會一些東西 好處就是說 你的機會 比別人多一些 那相對的話 你們呢 將來的待遇 也會比較好一點 沒有人希望說 做一樣的事情 每個月領不一樣的薪水 就是比他低 OK 人家問你一個月領多少錢 不方便講 對不對 有的人就沒有不方便講 我告訴你我領多少錢 對不對 像那個 像常常在Mobile01上面 看到有人就是會秀他的年薪多少 人家就覺得說 你是幹嘛 是 愛秀 秀他的薪資嗎 不過他常常會問說 我這樣的薪水 能不能交女朋友 他不是問能不能娶老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像類似這樣的留言 好像Dcard上面好像也有 OK 所以 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學習的目的真的就是要加快你的效率 就是可以比別人早一點下班 另外未來也比較多的機會 那這當然要學到什麼程度OK 我覺得學習 沒有一定說你要學到哪一個程度 就像我自己 我現在也還在學習 OK 其實我來這邊也是學習 OK 那反正就是盡量能夠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能夠最好的效率 也沒有標準答案 也許你可以再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上個禮拜講到TESTER 今天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做這個錄製聚集的動作 那所謂錄製聚集 主要目的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產生這個按鈕 兩個按鈕就好 一個叫手機號碼串接 一個叫手機號碼清除 那實際上當然 一般以前是必須要自己寫程式 可是其實在Excel VBA裡面有個優點 就是說 他會自己幫你產生程式 OK 但是呢 你要知道那個流程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第一個請你把那個上面有一個頁面標籤 叫做開發人員 把它打開 目前沒有嗎 怎麼打開 一點選上面的箭頭 其他命令 二的話呢 再點選那個自訂功能區 裡面會有一個叫做開發人員的項目 記得把它打勾 那顧名思義 開發人員意思是說 一般人不太需要 誰需要呢 就是開發人員 因為如果你打勾的話 你就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你即將成為開發人員 OK 所以呢 那個心情是不一樣的喔 你就是 不能把自己當成是以前使用Excel的那種觀念 因為開發人員 你就可能要寫一點程式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把它按確定就可以 自訂功能就按確定 再來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會有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裡面能做什麼 其實呢 最主要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幾個功能 聚集 錄製聚集 有沒有 錄完的聚集 這個是1 聚集 就是2 那Visual Basic 就是3 所以流程也許先錄完 然後它會幫你產生一個聚集 如果你要編輯看到裡面的程式的話 可以再點選Visual Basic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喔 好 那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首先的話呢 你先彩排 因為它 按下錄製聚集的話 如果你按確定 它就開始錄了 所以呢 你就要先知道說 待會你的步驟 千萬不要多也不要少 反正呢 就幾個步驟 它會把你 待會做的所有滑鼠鍵盤的動作 都轉換成程式 也就是說 如果你多了一個動作 或少一個動作 都有可能造成程式執行錯誤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喔 所以我們先錄製聚集 之前我先彩排一下 1 游標放在 1.4儲存格以外的一個地方 記得你不能直接點這邊 因為 如果你點這邊的話 你再點喔 它不會幫你寫一行程式 叫做Range 1.4.slate 所以記得1 先把游標先放在 1.4儲存格以外 1點一下 2的話呢 輸入公式 因為我們已經有公式 所以你不用刪除 儲標放上面 直接打個勾就可以了 OK 第二步 1 儲標放1.4 2的話呢 輸入公式打勾 3的話呢 向下點滿 這樣就OK了 三個動作 那清除的話怎麼做 一樣儲標放外面 點這邊一下 然後呢 我們做什麼 記得喔 這裡的話把它全部選取 那選取的話 建議喔 以前的習慣是這樣 向下選 但是呢 這種選取方式 第一個 很容易就過頭了 有沒有 不好選 而且的話 第二個喔 如果你錄製完的 這個程式 它會固定在某一個 某一列 就是固定這個儲存格 所以我建議喔 你可以把它改成一個快速鍵 什麼快速鍵呢 1一樣儲標放在 這個1.4的儲存格 2的話記得喔 加一個複合鍵 叫Ctrl Shift 加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那這個動作的話 主要就幫我什麼 選取 直接從1.4選到 這一個範圍裡面的 最下面一列 OK 有沒有 記得喔 這個可能會 最後按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就刪除了 三個動作喔 我把它Ctrl這一下 Ctrl Z就復原 1 有標放這裡 記得喔 Ctrl Ctrl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所以向下的話 向下選取 這樣就OK Delete 好 彩排過之後的話呢 Ctrl Z 復原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要開始錄製 這兩個按鈕 怎麼錄製 1 所以喔 先開發人員錄製 聚集 2的話呢 給它一個名稱叫什麼 叫手機號碼串接 如果太長 你可以叫串接 或者叫其他名稱都可以 好 反正就三個欄位的串接 好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開始動作了 確定 好 所以1 優標放這裡 2 優標再放在上面公式 打個勾就可以了 輸入公式 3 向下填滿 所以這個 這個儲存格的右下空點 有沒有 快速點兩下 好 然後三個動作結束 請你再按一下 停止錄製 第二個聚集是清除 所以優標一樣放在外面 然後一樣的吧 錄製聚集 然後這個叫清除 叫清除 或者你可以選名叫什麼 手機號碼清除 你這個名稱可以取 你這個名稱不一定要取這個名稱 你可以取別的都沒關係 只要可以辨識 可以按確定 好 1優標放這裡 2的話 Ctrl Shift向下 3 Delete 好 三個動作了 最後的話 一樣把停止錄製 按下去 接下來的話 剛剛錄了兩個聚集 在哪裡 請你按下聚集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出現 有沒有 串接 你把它執行 就執行了 再按一下清除 上面一個執行 它就清除了 有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每天 重複做的事情 你就把它錄下來 執行就好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 可能錄製聚集 有些部分 還是會出現一些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做一些 程式的調整的話 你可以再利用 執行的下面下面這邊一個編輯 比如說我想知道 剛剛這個串接 跟清除 它背後到底幫我產生什麼程式的話 你可以按下編輯 那特別注意 這個編輯的話 實際上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Visual Basic 打開 所以呢 實際上 當然你不按編輯 你按Visual Basic 這個也是 結果是一樣的 不過習慣 就按這個編輯一下 編輯 它會跳出什麼 跳出這個程式 你可以把裡面這個放到最大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有個叫 Sub 叫串接 就是我剛剛的聚集名稱 那End Sub就是它結束的地方 可以特別注意 這個是第一支程式 第二支程式在哪裡呢 在這裡清除 有沒有End Sub 有沒有頭跟尾 那實際上它做了什麼事 字太小 你可以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然後把它撰寫風格 9號字大概改成12號字 大概可能比較差不多 那可以做什麼 你會發現 這個單引號開頭是註解 可以把它刪掉 這其實多餘的 刪掉 那其實我們剛剛做三個動作 所以第一個動作 你可以單引號看 1 游標放在14儲存格 2 我輸入那些公式 3的話呢 向下填滿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上面加註解 1 上面後面自己打 游標放在14儲存格 2 輸入那個公式 有沒有 實際上慢慢你要學會什麼 了解 這個聚集裡面呢 它幫你產生的對應的那個物件名稱 因為呢 以後 VBA主要就是透過什麼 物件 來 控制 Excel 它裡面要做什麼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 14指的是什麼 14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 這個 游標放上去 那點的這個動作呢 它就一個動作 點Slater 有沒有 後面的話就是一個動作 然後呢 在ACTIVES ACTIVES 目前活動的 Sale 就儲存格 Formula 就公式 R 就列 C 就藍 意思就是它用相對的方式產生公式 OK 那就是後面這個公式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什麼 向下填滿 有沒有 我們向下填滿 就是這兩行 它主要是利用一個方法 叫做Auto Filter 有沒有 自動填滿 所以以後 如果你錄下來的東西 假如說 你要 不重複錄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它記下來 以後就可以自己寫算了 你不用每次都 都要錄製一遍 那同樣的道理 清除的話 也是 請各位呢 自行在這個後面 加上什麼 1 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行一模一樣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 就是Ctrl Shift 向下 就這一行 然後清除的話 就什麼 就是 那個選取區 叫Selection 點 後面一個方法 叫 Clear 顧名是嗎 Clear就清除 Contents就內容 就把裡面叫清空 所以 其實 什麼叫VBA 其實特別注意 它的第一種呈現方式 就是所謂的Sub Sub 後面的話 會有一個名稱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利用物件 操作 足行 去執行 整個 連續的動作 OK 這個就是VBA的第一種呈現方式 那只是說 你說 老師那每次我是不是應該 都從這邊去執行嗎 其實不是喔 你們想說這邊執行 好像很不方便 是不是可以怎麼樣 直接這邊變兩個按鈕 對 沒錯 我這邊先把它剪掉 先把它去掉 如果你要在這邊 把剛剛這兩個 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你可以從插入裡面 找到有一個叫按鈕 不過記得按鈕有兩個 一個是下面表燈控制項 跟一個是Active控制項 那記得 用上面這個 會比較簡單 你只要點選它 拖拉 有沒有 按住不要放 拖拉向右下 放開 大小自己決定 這麼大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直接點這個串接 把串接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 你按確定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上面的名稱不叫串接 習慣什麼 就把串接兩個字貼上就可以了 那就按一下它 就執行了 如果要清除的話 再一個 然後把它清除 然後複製一下 確定 然後再把它加上去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特別注意 先彩排 1 游標放在14 然後公式 公式一定要有 你不要刪掉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利用那個 錄製聚集 產生對應的VBA程式 所以聚集意思 講白話的意思就是 Excel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那這一點的話 也是這個 所有程式設計裡面最特殊的 因為其他語言 理論上是不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也就是你不會寫 你就是不會寫 但是VBA有個好處 就是不會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把程式錄下來 然後自己再修改 所以我覺得VBA這一點 導致還算是蠻友善的 比起其他語言來說 我覺得這一點導致還蠻 不會寫沒關係 錄一下就知道 有對應的程式 但是他錄下來之後 到底錄了什麼程式 恐怕你要慢慢學會 就是看懂 到底他幫你錄了什麼程式 你可以透過你錄製到的程式 再進行下一階段的程式修改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步如何錄製聚集 並且產生按鈕之行 試試看喔